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都回来了 又见面了 我感觉要发心的人物 不至于还是任务吧 今天你做了三个任务了 我严重怀疑今天要加班 你们才会做什么事情 不知道 我只知道要熬夜了 小情况 今天的突发任务是真的堵 对啊 不知道等会儿的视频连线 又会发布什么任务 人力让我先把电脑准备好 那我们可以先测试一下视频功能 我发现啊 这个幸福Pro十四的视频控制中心 功能真的挺全面的 感觉各个环境下的视频会议需求 都可以遮掩掉 那待会儿的会议 是不是也可以让慧小薇 一起帮忙记录会议啊 小薇小薇 我在呢 打开会议笔记 好的 真不错 小薇小薇提醒三十分钟后 整理会议记录 好的 我会在今天晚上二十一点十一分 提醒您整理会议记录 我先讲一下大体的情况啊 就还是上午咱们那个 晚上申报那个项目 我们江律师呢 是项目现场的主办律师 刚刚跟我联系了一下 就是项目现场出了一点点意外 那个江律师要不 你先给大家汇报一下情况吧 好的 好的 大家好 我是政策部的合伙人江生 也是本次IPO抢目的 现场的主办律师 那今天上午的时候呢 我们收到了公司的独立董事 王先生的这个辞职 哦 独立董事离职 那公司收到申请之后 第一时间也跟我们各方中介 派起了这个相应的会议 但是对我们中介机构 也提出了一个要求 需要尽最大的努力 想很刺王先生作为董事辞职啊 对我们整个IPO时间表的影响 能够降到最低 那我们需要结合目前整个情况 去准备我们所需要的一个分析 和处理的相关的文件 有什么问题吗 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边想请问一下江律 是这样的 针对您刚刚说的 我们要写一些法律分析意见 想问一下有没有对于 这种文件的格式 或者说内容上的要求 谢谢 大概是这样的文件 首先它对于这份备忘录 要针对本职事件 对的一个法律的情况 做一个法律的分析 然后在此基础之上 我们需要做一个类似于 像执行的这么一个指引的流程 那么在此之中呢 我们肯定还要负责 我们律师这一部分 那我们要尽快地去准备 我们对应的这个 无论是会议的通知 还是相应的议案 第一时间 给各方发出我们 对应的法律分析 那已满足公司 希望尽可能不影响 时间表达这么一个数据 这影响太大了 这次这个KPI呢 令价百分之十 跟任务一的KPI 合并在一起 一起算百分之二十五 这还睡吗 这晚上这 独立董事辞职 小何老师 只有你的时候了 首先这独立董事 是一个什么职位 然后这个辞职 对IPO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独立董事它本身是 一个完善的上市公司 它的董事可能就会分为 公司内部真正的管理人员 以及独立董事 通俗一点讲呢 独立董事它往往 具有一些专业人士的 一个背景 在过董事会的时候 给公司提供这些 专业的意见 具有独立董事 也就意味着 我们的这个上市公司 它本身的这个架构 是完整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他突然告诉他们说 独立董事要离职了 突然不懂事了他 他要走了 这独立董事不懂事 太不懂事了 他应该最懂事的一个人 那有没有可能 他太独立了呢 所以他就辞职了 合理的 那当然 最让他们愤怒的 可能不是独立董事 是因为这个辞职 他们必须得回来 要加班 必须得回来 这个真的很烦 Tim一脸绝望 之前网上 这是很火的问题 下班之后 老板发微信要不要回 而且就真的 这还打上了法庭 真的 说下班了之后 一直在回微信 处理工作之后 他向这个公司 索要加班费 说我虽然人不在 但我一直在处理工作 我这是加班 是的 是的 然后再看法庭的宣判 到底认不认可 这种下班后 在自己的私自 私人的住宅里 用微信处理工作 算不算加班 所以之前是有法律的 那老板发啥吧 老板发一个新年快乐 发红包 你是 那当然不算了 那老板发的是 货真价实的工作 那正好 我们此时此刻的背后呢 有一个互动板 下班后 工作群里的老板微信 要回吗 怎么回 我们一起先来看一看 下班了之后 老板发来了这些 各位 就看你们回不回 怎么回了 发了一个链接 如何正确提高 工作中的效率 句句都是正能量 送给努力工作的你 鸡汤文 就是那 不能叫鸡汤文 就是那种你知道吧 就是那种浓缩的公众号 没错 这个我有经验 怎么回 非常有经验 我跟你讲 但是我们领导看到 不会把我开了 不会 就是 就有一个应对的技巧 就是他这个文章 你就摘录这个文章 靠后的 但是不要最后一句 最后一句很明显 靠上的一个段落 其中的一句话 摘录下来 然后重点是 逗号后面加半句 自己的感慨 然后回复这个内容 这样代表什么呢 前半节代表 领导我看了这篇文章 而且我看到的是偏后的 我没有看标题 你懂吧 然后最后呢 为什么要半句感慨 是说我还是结合了 自身的情况 就是 我跟你说 这就是我实战的经验 你不升职谁升职 活该你升职 活该你加薪 那他引用了你 你的那条独厚感 然后比了三个大拇指 你要不要对他那个大拇指 再回复一下 对对对 我不能让领导的 那个表情报是最后的 那你要回什么呢 他大拇指了 你就回 你再回个下的大拇指 老板 一般情况下 其实就恢复三个字就行了 学习了 学习了加一个 我知道 何时 我们一般就是 贺俊玲收到 这样子 学到了 第一 你是说 老板我学习了 第二 我看了 对不对 就是不浓郁啊 我这个是一个就是 不浓郁 味不够震 听我说啊 我以前经常发这个 一开始啊 我刚开始发的时候啊 我员工特别积极地回复我 后来发着发着 他们就开始不回复我了 到最后我现在自己 我也不发了 因为发现 说了也没有用 因为你真的发进去 他们不一定真的看 对 反正可能会嫌你唠叨 是 第二条 这咋回啊 老板发了一句 工作群哦 工作群哦 有人在公司吗 好窒息了 我开始要 如同现在一片安静 只要还是一样的 这一条出现之后 如果要回的请去什么 我会回 我回 对啊 有人在公司吗 就是如果我刚好在公司 我可能会撕戳他 哦 就不在群里恢复 不在群回 为什么呢 就是显得好像你特事儿 要想这么多吗 嗯 要想那么多的 完了我觉得我脑 我是一个太直的人了 你是当老板的 所以你可能不太去了解 大家的心态 小和真的很厉害 如果我是员工 我在群里我就会回 老板 我刚躺下 那还不如不回呢 你明天不用来了 那你躺着吧 老板 还有第三个吗 好 有个文件要马上整理 你们谁有空 我会回 我at何云 我就是还可以 这个思路好 马的at何俊玲 他有空 他有空 他在我对面 他现在正好没什么事干 老板 艾特何俊玲 问你呢 是 我看何俊玲挺闲的 来来来 第四条 别了 别了 最近都辛苦了 今晚请大家唱歌 团建 突如其来的团建 领导我今天身带休假 我要我就直接在里面 打开六十秒云开 唱起来接龙哦 一句一句一句接起来 大家就唱起来吗 我天 我可能会回 折线吧 有这个闲钱 不如发点红包啊 没有 我们俩真是不想办 来 让KT赚啥钱 他说实话 真的很窒息这个问题 这确实很窒息 这一条比一条窒息 真的好窒息啊 第五个是啥呀 来啦 这个好 我会回 我会回 这我肯定回 为什么 这是让小赫死啊 这个 我们小赫可是要给小明哥养老的呢 是的 小赫是我们的榜样 大家都要多向他学习哦 对 这句话一出来 小赫从此不抬头做人 而且一定要加大拇指 对对对 三个 大拇指之精髓 但我觉得是哪一种 如果是宇童和黄凯这种 这种鼓励 比如说鼓励一下黄凯 我相信大家像明昊他们 他们也会去拥护 怎么一说到黄凯 大家就拥护 说到小赫 小赫到底在大家是什么 这就是你喜欢黄凯的原因吗 因为他可以得到拥护 不是 如果这种的话 本人会怎么办 那如果是你 你会怎么说 你就马上上面写是 小赫已退出群聊 然后就 我真 小赫拍了拍老板 就是如果是我的 我现在猛然想 我会做两步 第一步就是等大家回完的时候 我在群里就是